最近这几年在坊间是很流行一些的 物观、正观、正念、闪妙画、水晶灵摆 有些参与者,他们最后都是证实是触了灵 而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 今天来和我们分享的这位姐妹 阿B在大约20年前 在她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 她接受了一位亲友 为她做的按手分灵受证的仪式 之后她虽然回了一间基耀福音派的教会 再次缺制 而且在那里回了一段时间的聚会 但是在一年多前 她就开始接触那些水晶灵摆 而在最近她察觉到她身体里面有些疑药 她就来为自己测试 最后是证实了她是足了灵 是需要做驱港的 我们现在请阿B来分享一下 她作为一个基督徒 她最初是怎样接触这些水晶灵摆 而引致足了灵 首先我其实最初 接触这个水晶灵摆的时候 其实是偶然的情况下 我就见到 这些购买水晶的摊档那里 被它无形的吸引力吸引了我的 那我就 毫无犹豫地 我就买了水晶回去 那就 刚好我工作上 其实处于困难的状态 自己的心情不好 情绪也不太好 所以我其实有一个需求在里面 我想总有一个 就是帮我自我淨化的功能 每当我觉得我的气场不好 譬如疲倦或者什么时候 我就用它来淨化我自己 透过灵摆 其实跟里面的灵一直有沟通的 那它都会懂得 以左转右转 上下摆动的方法 来解答我的问题 究竟淨化了没有 那些它都会答我 那还有 那水晶灵摆 其实 令到我觉得我心里面 其实有个安慰 那后来我接通了那个灵摆 那啟动了它 那我都没有知道 那个危险在里面 那甚至我问过一些 事 它是有修行的 它就说我用了水晶灵摆之后 我的气场有改善 那甚至它就说 那个灵摆里面的灵 是帮助我的 那一刻我还以为 那个灵是善意的 没有测度 没有意识到是一个危险 灵摆也都帮助了 我好像做了一个 冥想放空 还有 改善心心灵的效果 那一刻 在那时候我就以为 我放空了 我真的 真的将好像我 新楼里面的垃圾 我倒清了 我自为是好的 但没有想过 这个放空的状态 是等于是开了门 让烏鬼进来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识 你是希望它是帮助你 淨化你的气场 或者帮助你工作上 感情上 那在这几方面 你有没有觉得它直接 是真的对你有帮助 其实没有的 因为我没有跟它 做任何交易 因为我一用的灵摆的时候 我已经跟它说明 我跟它是没有任何交易的成分 我是不会跟它 做任何交易的 因为真的有交易的 那我只不过淨化我自己 而且是 令到我自己提升的 是的 就在感情上 没有帮到我 在工作上 它也没有帮到我 那你其实 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察觉到 你身体里面有些不同了 有些疑样 是令到你驱使 你要做这个测试 有些疑样 那里面 我觉得我里面 好像 慢慢 不单是去帮我 是 用个灵摆去沟通 我心里面 其实 有个意念 可以直接跟我对话 那这个是一个令我一直有怀疑的地方 就是我里面好像有一个意念 不是我内线的 因为我自己的 是的 真的好像有两个人 好像有两个灵魂在里面 是处于我一个脑里面 可以互相对话 这个是令我一个很大的疑问 我想要找到这个答案 究竟它是正还是邪 因为我 没有完全是信我那个朋友所说的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我做的事 可能未必是 合我意愿 就是我后来想起 那其实是否你真的 是希望尋找到这个力量的来源 在哪里 是正还是邪 那也都驱使到你去看看 自己是 就是这个力量的来源的时候 你是测试到自己捉了灵 在YouTube上 我看到李牧师的短片 视频 是教别人如何去做测试 也都我是符合了 去捉灵的条件 因为我是有一个媒介 一个灵摆 还有我自己也有一个需求 首先我承认了我两样东西 都是符合了捉灵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怀疑在那里 所以我都下定决心去 按着李牧师的方法去做测试 包括了目测 符测 是的 我都看到你有几幅画 是你当天 你自己做符测的时候测到出来的 你或者解释一下 其实这幅画给我的感觉 都是好像一幅的线妖画一样 很奇异 其实我最初见到他会写字 我都吓了一跳 但是因为已经揭露了真相 我都没办法回头 我就唯有下定决心去驱赶他们 那些其实是他画的 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力量来源 那个线妖 那个原液 那个形式 但是是他的标志 他的牌头 等同于他的品牌 也都令到我知道他的力量是神细 是 那一路对话 他能够写中文 也都能够写英文 是 那其实都是吓了我一跳的 是啊 我看到他 你和你里面的灵有对话 那你问他问题的时候 你用中文问他 他答英文的 yes no confirmed 就是令到人们很惊讶 那另外你还有一幅 就是他是写了很多的中文字 的 好像一些的文章 是吧 是 我里面的灵其实是 力量很大的 他甚至乎是 在我驱赶的 那个过程里面 李牧师亲自驱赶的时候 他还是会嘲笑 就是会笑 或者是会 会 会动到我身体的伤 那些手会提高 那他也都会写字的 是 那我都记得大概现在到 由你开始 测试到自己捉了灵 开始了驱赶 都有几个礼拜了 近一个月了 那现在整个人的感觉 是驱赶前和驱赶后的分别 是有什么不同 就是驱赶前 首先 什么都不知道 那蒙在鼓里 就是 一个迷惑 迷惑的状态 但是开始的驱赶之后 我就发觉他们真的是 但是李牧师帮我驱赶 他明显地会有 流眼水流鼻水 那他会走 那些沽鬼 就是能量会瓦解 而且也会有些痛的状态 而且最大的分别就是在 疑念那里 以前我还没驱赶的时候 他经常被疑念我 经常跟我沟通 但是我开始驱赶之后 他们静下来 久不久他才会被疑念我 但是我都会斥责他 不准他说话 不准他说话 不准他出声 那你现在怎样做这个驱赶呢? 我记得李牧师是为你做过驱赶 那他就教了你回家自己做的 那你现在每天做的时候 你是有些什么的感觉? 自己做驱赶的时候 大多都是会 就是身体会震 会有眼泪 或者是流鼻水 就是去显示他的瓦解的能量 驱赶他当中 我会感觉到头的顶部 好像有点发麻 是这样的 那也是他走的状态 我相信 因为他的力量大 他会懂得在头顶里走 那也都因为我做放空 和做那个冥想 我相信那些灵 都是在头顶里入来的多 还有在眉心中间进来的能量很多 所以他向上走的能量 也都会相对较多 我相信 每一天 其实除了他驱赶之外 我和神是有沟通了 以前被迷惑的时候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回教会 也都没有歧途 那现在我重新 回到神的身边 我感觉上那些污鬼其实是害怕的 他们是很惧怕的 那我已经靠着神给我的力量 那他得到 即是得到个安慰 就不是再好像以前那样 靠个灵体去得到个安慰 现在我的力量 我是来自神 是神给我的 大概20年前 你是接受了这个按手分灵 受证 你觉不觉得是由那时候开始 那个灵体进去 就一直在这二十多年里面 一直影响着你的 其实我这个二十多年的人生 我不完全蒙在鼓虑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有令到我有异样的感觉 但是直到我去到水晶灵带 是将整片的事实都翻了出来 由头到尾都翻出来的真相 直到我去做驱赶的时候 他终于都让我看到他的力量 因为他会令我有灵动 有时吃饭的时候 他会令到我的身体会震 其实你回想你这二十年 你真的被他们存在在你里面 可能是影响了你很多的抉择 你说他影响了你的意志 很多方面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 好像被他偷了你很多时间 他其实 按照我的比例 其实好像一辆车 一个人等着一个灵狼 我拿着一辆车 但是我的车在这二十年里面 发现真相那一刻 我发觉已经遗了 就是撞遗了 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做一个指标 做一个路标 虽然我的车已经遗了 但是我希望看到这个短视频的人 可以很清醒 真的不会像我这样浪费了时间 被他偷了我的意志 都不知道 是的 是的 B 我真的很为你感恩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你真的很清晰 当你测试到你之后 你的决心 你要驱缸他们 而我今天看到你 各方面都清醒了很多 如果你想叫你给一些呼吁 给一些劝戒 看到你这个分享的身边的朋友 你会有什么话跟他们说 我希望信或者未信的人 可以透过我这个视频 去有警惕 如果你也是处于迷惑的人 希望引中我们《马太福音》 《七章十三次》这个经文 去鼓励你们 你们要尽窄 因为引渡滅亡 雅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渡永生 雅门是窄的 路是少的 找着的人也少 我希望各位处于迷惑的 大兄姊妹 真是要如这些 君灵的 黑暗力量觉寻 即使他给你好处 即使他给你一些甜口 我们都要觉寻他 我们不要留恋他 就回到神里面 驱缴那些汇柜 我们真是很感谢阿B 他虽然不太方便出镜 但他都愿意分享他自己 这么多的私隱 用他自己过去这些痛苦的经历 希望他身边 他的朋友 或者看到他这个分享的大家 真的要一个很大的警惕 要很小心 当我们一股而成去参与一些活动 一些物观 正念 禅妖画 水晶灵摆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 特别我们基督徒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基督徒 是有个冕死金牌 有圣灵 是不会有邪灵进去 有乌龟进去 但事实证明 有很多基督徒 亦都会被污鬼日冲 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多谢阿B 你今天和我们这样的分享 我们将荣耀归主 多谢你